这两天天津霍原甲文武学校的非洲武术学员培训班正式开班 首次迎来了欧洲学员 马步 冲拳 披掌 压腿 这些中国功夫的身法 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练起来有模有样 今天上午来自乌克兰 阿塞拜疆 圣彼得堡等十多个国家的武术学员 在霍原甲武术学校开始学习 有些人练习武术已经五六年了 但亲身感受中国武术之乡的魅力还是头一刀 中国功夫是一种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的一种艺术 中国功夫一定要来中国学习 最精深最厉害的都在这里了 我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学习 我来自乌克兰达 在乌克兰达 中国武术武术很有名 我对武术特别感兴趣 作为文化部的培训基地 天津霍原甲文武学校已经承办了四期非洲武术学员来华培训班 共培训外国学员近百名 交流国家也从开始的五个增加到二十个 在三个月的培训期内 学员们不仅要进行武术步伐 腿法 跳法等基本功训练 还将学习长拳 南拳 太极拳 刀术 枪术 棍术等 另外 学校还为学员们安排了基础汉语 书法绘画 武学文化等课程